四米四米,1234 好,在理解这条example之前 有些concept大家要清清 举个例子,现在这里有个电芯 ok,有两个电阻 ok,现在share,这里6V才算 这个是2Ω,这个是4Ω 可以吗,2Ω和4Ω 这个叫V1,这个叫V2 V1是多少,V是多少呢 好了,其实按比例的话 你都可以计算到 V1应该是2Ω,V2应该是4Ω 咦,我看不懂看,不重要的 ok,我们看看 先计算了I V等于IR 好了,即6等于I不知 乘以整个线路总电了值就是6Ω 好了,即是I等于1A V1 V1等于I R1 好了,这里我不计算I1I2 因为在串联的线路 它们应该是I是concept的 可以吗,不变的 所以不用分I1I2 这里I就是1 R就是2 V2 所以V1原来就分到2Ω OK,V2就分到4Ω 可以吗 那会认之是什么 会认之 好了,那我就 做一个conclusion 即是什么 R越大 I implies that 拿到的V2就越多 行不行 OK,那要记住这件事 好,那现在呢 这里有一个这样的电芯 OK,那电芯呢 现在我们又举个例子 它假设是叫做6Ω OK,那现在不用你这一波 OK,不用你这一波 OK,那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这个叫2Ω 这个又叫2Ω 这个又叫2Ω 行不行 好了,那我们看看 这个V1就分到3Ω 这个V2分到3Ω 行不行 这个可以不用计算 因为大家是一比一的 就是我们两个都一模一样 所以6Ω 那每人分一半就是3 每人3Ω OK,那 好,那 那跟着呢 如果我们拼了 这个下去的话 我们看看 拼了 拼了 OK 拼了的话 那小心点 我们看看 2Ω 这个又2Ω 是吧 OK,那这样的话 等效电阻值 我们当成一个这样看 等效电阻值 是什么 是1Ω 好了,那这个仍然维持不变 都是2Ω 是吧 那你看看现在的情况是如何 现在这个是不是R大些 OK 这个是不是R小些 因此 这个呢 这个呢 按比例分回 这个应该就是落到 4Ω sorry 4Ω 这个呢 按比例分回 2Ω OK,那 你比较一下 原先它拿到3Ω 现在拿到4Ω 那所以呢 B1的灯灯 是不是光了些 OK,再比较 原先的灯灯 拿到3Ω 现在只拿到2Ω 所以它是暗了的 行不行 好了,那这个呢 就是用 Voltage的方法去看 行不行 好了,接着呢 我们试用Current的方法去看 6Ω 好,那我们先查一下所有东西 好,那我们先查一下所有东西 好,那仍然呢 都是6Ω OK,那现在就不用理这一部分 OK,不用理它 好了,那仍然都是当它2Ω 这个东西是2Ω OK,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V等Ir 计算出来的 好了,V是6 I不知 R呢 就是4 是吧 现在仍然是4 所以I呢 我应该计到是1.5A的 好了,那就是 现在应该就有1.5A的电流 经过B1和B2的 可以吗 可以吗 好了,那如果 今次呢 我们连接了这个 那我们又看看 6,6Ω 这个2Ω 也是照旧的 OK,但这里呢 combine之后呢 变了1Ω 是吧 OK,又用这个公式 V等于Ir 是6 好,今次是6 电压 I也是不知 等下电阻值呢 记住 2加1是3 那就是I我应该计算是2A I也计算2A 可以吗 好了,那就是说什么 今次呢 现在就有2A的电流经过 可以吗 好了,2A的话呢 那注意 因为上高的B2和B3 是一模一样的嘛 所以呢 2A经过 那上高会分到1A 下低也分到1A 那这个应该都可以接受到的 对不对 好了,那我们现在比较一下 原先B1这盏灯呢 有1.5A的电流经过 1.5A 现在最总共有2A 那就是电流多了 所以它光了 原先呢 B2这盏灯呢 都有1.5A的电流经过的 好了,但现在只有1A的电流经过 所以它就暗了 可以吗 好了,那就是你可以用Current去看 也可以 用刚刚之前的Vodee取替也可以